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这节课讲forms detail and form states 基本上包含了一些比较琐碎的一些表格种类 然后呢这个种类是比之前一节课更加细节化的 然后form states的话是其实是跟工程师是有一些关系 就是当你在设计的时候 因为我们平面设计师的话 经常focus在就是他长 就是这个表固态的是什么样 却没有去在意那些交互型的 当你就是使用表格时候那些状态 其实是很需要的 然后记得上节课结尾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看了那个维珍航空的那个案例嘛 今天就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然后呢我觉得首先他们那个graphic 这种illustration做的非常好看 这也是branding的一部分 然后呢我找到了设计这个网站 从case study开始找到了那个设计的网站 这个网站的那个case study呢 是work in the code 是纽约的一家agency 设计的一个virgin america 然后呢它基本上这里就是一个 他们从怎么思考到怎么成型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最上面这样这里是一个demo 因为上次我给大家demo看过 今天就跳过了 然后他们所做的东西就是strategy 然后包括role mapping user research design branding 从responsive web design software 他们后台也做 然后quality assurance analytics 这个是什么呢 analytics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网站发布出去之后 它不是很多数据吗 有traffic有什么 你每天可以看有多少人登录啊 有多少人从哪里登录啊 登录的人的年纪啊 性别啊 也许更深层次一点 你可以找到他们的职业之类的 然后这些数据对你以后改进这个网站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是老头看得多一点 还是年纪轻的 潮的 哈韩的那种TF boys看得多一点 就类似这种 然后他们agency把这些全包了 然后ongoing site optimization的话 就是说他们这个网站发布出来以后呢 就是持续之后的一些网站后台的维护 或者是一些更新的设计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幌子啦 一般性就是你 你这钱收了 就这工作就这么完了 然后你要继续做的话 继续要给这种agency掏钱 这样一个rebranding和一个重新网站设计 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应该不下几百万美金啊 我觉得 但不知道是多少人做 然后这个确实是不错的 你想象一下你人生当中 如果有一个case可以是在线的 又是大公司的一个case的话 你的portfolio就会很漂亮 然后他们就是无非他们case study的网站上 无非就是表扬自己的话嘛 当然是自己说自己做得非常好 然后这上面就是first responsive airline website 废话我也说了 因为航空公司的话都很丑 然后他们是第一家做responsive的 然后他们的measure 然后找各种杂志 给他们拍马屁啊之类的 然后这里有个video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好棒啊 就是说你看他订了网站之后 他可以打出来 打出来之后 他的format是跟其他的不一样 因为他是有一个QR code 然后是一折四 你正好是可以放进 就是他打的时候正好是letter size 那国内的话就是A4的size 他正好一折四可以放进口袋 而且登机的时候 只要扫QR代码就可以了 他上面有非常细节的 机场的那个代号 从哪里起飞哪里降落 登机细节以及QR code 所以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boarding pass 而且维珍航空之前 有一个boarding pass 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是跟我手掌一样小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因为机场里的boarding pass 都是长长的一条 其实很不好 然后折起来呢 又不方便使用 所以这个boarding pass 是很有创意的 其实boarding pass 是可以完全可以 重新被设计的 就是说这么多人 飞来飞去登机的话 这个东西怎么携带 这张纸怎么弄 虽然现在都已经不打纸了 都放手机里了 你有apple的话 可以用passbook 那个很好用 你有apple watch的话 你可以扫一下 之前的话 我正好就是 domestic airline take了一下 然后是上两个礼拜吧 然后那个时候 apple watch还没有那么夯嘛 就是等于大家买的 都还没有收到 然后在我前面那个人 他已经拿到了 然后他登机的时候 就准备扫了 接着我想到机场里的 我做的是阿拉斯加航空 那个航空公司 还太老太旧 他那个扫qrcode的仪器 是老的仪器 所以你手插不进去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很尴尬了 他本来想炫耀自己的apple watch 结果发现不能用 然后他只能 因为大家都要等他嘛 他只能放下包 然后挖出手机 只能还是拿手机扫描一下 所以可见 如果生活在科技的太前端的话 发现周围的facility 周围的设施都跟不上你的器材的话 这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就好像苹果那个MacBook 它只有一个插头嘛 可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其他身边的人都是用老的 或者是开会的投影仪 都是用老的 那些HDMI插座的话 你怎么办 你都什么都不能接 因为你的插头是最新的 什么都不匹配 但是将来的趋势 一定会是所有东西 都只要一个充电 一个插座 一个连接器 一个cable 这个是最ideal的 这个我觉得不困难 只要有人做的话 在不止将来 都一定会实现的 只是苹果比较早一步做了 但是大家都跟不上嘛 我不是说苹果狗啊 但是确实他们的工业设计 是我觉得是一等一的第一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的outcome 大家看到数据嘛 就是说他们改新了这个网站之后 看到的一些数据上的变化 什么比如说你订票两倍快 然后减少了20%以上的那些 就是询问电话 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打电话来问你 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的完成订票过程 一个就是industry response 就是找了一些 这些都是知名的杂志 然后给他们的一些评价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article 大家可以read的 然后网站的话 大家我想应该是可以登录去看的 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source看 特别是这case study 看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网站设计出来的 我这就点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继续上一次的 然后这是一些combination的组合型的表格 也就是说当你做表格的时候 不光是一个fill box 你可以是一个dropdown加上一个checkbox 或者是dropdown加上一个slider 然后这个slider这里显示的是什么选床 这个看起来蠢蠢的 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选项 但是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还有种就是dropdown加上textbox 你又可以打又可以dropdown 还有就是form states form states这边的话 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当你跟工程师合作的话 你会发现当你做一个表格 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因为这些都是default 他当然也可以不经过设计师的要求自己写 但是当你设计师拿到demo的时候 你一定要不停地把玩这些动态的东西 就是看用手点或者是用鼠标玩 随便你看到有一些不合适的 必须跟工程师提出我要怎样的设计 这么简单的一个text input一个表 你要准备多少种设计 你要准备它鼠标点上去被highlight的时候 打字的时候 那个表格是怎么样的 那个旁边的shadow是什么颜色的 或者是你就是要default 还是有一些表你不能打 还是有一些表你选择了 你怎么样去告诉你的用户 这个点是点过的 还有一种就是说 你打入的信息是success是正确的 还是说你这个信息是错误的 然后你这个信息错误的 你是不是要给那个用户有message 所以这么简单的一个格子而已 就可以有很多种变化 像我设计的时候 我很容易忘记啊 我就是填一个框一个框 好了这表格就完了 其实远远不止 然后这个一个网站呢 是get bootstrap 然后这上面是有code的 应该不需 这对你们大家 就应该是网站的code 就是div什么的 div什么的 对你们来说应该没什么帮助 但是至少可以看一下 这些default example 什么是inline form 什么是horizontal form 什么是supported 然后focus states 对不对 然后validation 然后help tags之类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种类 它比较全 就扫一眼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些label 有一些是inline label 就是在里面的 有一些是在外面的 help tour tip 这里的话就是啊 就是给你一些帮助型的 提示型的小贴士 然后哪一些是一定要填写的 哪一些是可选择性的 虽然比较无聊 但是大家就是看一眼就 这不是很难了 就大家知道一下有哪些种类 然后有一些password masking 关于这个password masking 这个东西其实 真的是可以分开一节课去讲 就是关于这个masking 有一个 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男的look 他就是为了这个password 跟人家debate了很久 我简短的来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masking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当如果别人 要偷看你的时候 不管你是手机还是电脑 电脑的话也许就好一些 手机的话 你手点在键盘上 其实你点的时候 那个键盘是放大的 别人根本就不需要 看你上面点什么 别人只要看你手点什么 就能把你的密码知道 所以这个点对于 被别人 就是偷掉你的密码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反而对用户自己是一个障碍 因为我看不见 自己打进去了什么 特别是手机用户 我点的时候很容易点错 可是我自己又看不见 自己打了什么 所以这个password masking 是千古以来 从windows开始 这是一个default 这是一个默认 所以大家都把这个默认 当作是好东西 其实这东西大大影响了 我们输入密码的准确性 以及对于密码的安全性来说 是没有任何任何帮助的 然后关于password advice 现在很多网站 包括淘宝这 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有 show password这个pattern了 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把密码遮住 对安全性没有任何提高 然后呢 对用户反而是障碍 随时来都把密码透出来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自己打什么 这个是最好的 而且当你 特别是手机用户 你真的发现有人旁边的看见时候 你就别打就行了 你为什么别人看的时候打密码呢 对不对 所以你一个人的时候 打密码 看见自己打什么 是最有效的一个途径 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个鬼用 但是也是有这样一个form存在 就是你打的时候它会帮你数字数 可以apply到任何其他的一些东西 讲了那么多 就是零碎的东西嘛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给大家整合起来看 特别是下节课的话 我会整合一些就是关于表格的一些 scan line 就是你怎么去阅读这个表格 来就是整合一下这几节课讲的那个information 其实我觉得再添加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要说一下sign up form 因为填表格大家有没有觉得 最多最多的就是当你去注册一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填的特别多 然后特别是进一个新的网站 注册用户的时候 乐此不彼的给你填 然后你就觉得很讨厌 那有人会说将来的一个趋势 是说不会有任何sign up form 也许十年或者五年就有可能了 现在包括很多用交互型网站 比如说我点击facebook 我点击微博 我就可以直接登录 用这种后台API的话 其实已经是减少了你登录的一个 包括注册的一个步骤 但是最好将来的话 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它就帮你全部都注册好了 因为你手机的信息已经锁定在里面了 你只要有指纹 你就可以直接登录了嘛 为什么还要注册一堆P信息呢 你只要在手机开机的时候 第一次用的时候 全部注册好名字姓名信用卡 然后家庭地址指纹 然后以后开任何的APP 你只要指纹扫一下 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容易实施的 包括Apple Store 现在你买东西 也不用打密码 指纹扫一下 因为你之前已经打过无数次你妈了 那长话短说 但是目前来说 你还是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嘛 那么我还是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注册这样一个form sucks 然后如何去改善 非常简短的教大家一些tips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list 就是说告诉大家如何去跟进这个signup form 首先就是说你要跟用户有一个engage interaction 这个是gradually就是逐渐的一个这样的交互 不要一上来就给大家一堆东西填 大家都会崩溃嘛 teach through action 就是说你在填的时候呢 你要教大家 就是说你一步一步教人家 而不是说一下子给人家一堆东西 然后关于personalized content的话 就是好像微博啊 像那个twitter啊 他会你注册到一半 他会说 这些是我给你推荐 你要不要follow这个人 这个人是不是你认识的 你要不要加他好友 这个人也在这里有账号啊 要不要给他发message 就是之类的这种 已经personalized的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只有你才知道 就是说这个内容是根据你制定的 那你在填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蛮好玩的 你就会engage 然后你就会继续填下去嘛 对不对 这样子的填的表格的话 大家就不会觉得想中途放弃 然后所谓的逐渐这样进入是很重要的 be transparent也是很重要 为什么 就是说当你要就是特别是涉及账户信用卡 包括那种网购的网站的话 你必须把那些东西 不要给我一堆像一本书员的条理 但是你要把最重要的东西给我看 比如说像amazon的话 他就非常清楚 他会告诉你 你这个free trial只有30天 30天以后我就会为你拿99块钱一年 这种信息必须是最大最简洁 其实这里字已经有点多了 但是因为法律上的事情之类的 他们必须严谨嘛 但是总的来说 你就是那些网站 特别是注册的话 特别是付费网站 其实一定要对用户透明化 简洁透明 然后信息简短 我觉得这个是对signup一个form 最好的一个帮助 但是将来的趋势 希望是可以到 就是零步骤这样子 觉得大家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还是得为这些表格做设计 不好意思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